中军软短不饱满 一记增硬汤 堪称男人的回春宝 大家好 我是王医生 今天呢 咱们来通过一个蛇诊案例 来看看这个45岁的男同志 是一个中军短缩的这个情况 他主要呢 就是一个觉得自己呢 半身的力不从心 然后呢 续航不足 老实说这个关键的时候 还掉链子 甚至有的时候呢 这个夫妻感情也不好 老阿妈 来的就说了这个问题 愁死了 来我们看看他的蛇像 和他的问题 首先来我们看看 他这个蛇像有三大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蛇体本身短小 他这个不是说他不伸出来 是他本身没这么长 整体的蛇体出于短小的状态 这个肾经呢 有明显的不足 因为我们说这个肾主生殖 肾经亏虚了呢 就会中筋施养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那个功能低下呀 时间短啦 中途疲软啦等等 第二个呢 是蛇胎蛋白 蛇质蛋白 你看这个蛇质特别淡 就相当于没有血色 这个呢 是因为血不足于乳氧纵筋 这个是血色不足于乳氧纵筋 所以也会影响功能的 另外呢 蛇中偏有凹陷 蛇面上呢 又有水滑 这个呢 是典型的皮肾阳虚 还有血虚 我们说了 寒湿呢 也比较重 你看这个水滑蛇 因为这个皮呀 是后天之本 肾呢 是先天之本 那你这个朋友 你看先天之本 没了 后天之本呢 也不行 所以说他这个 先后天全虚 所以再有这个阳虚啊 内寒生 平时他自己也说了 有怕冷啊 腰气冷啊 吃着凉的拉肚子呀 还有就是 医经频繁 因为你说年轻人嘛 医经是正常的情况 因为经满则意嘛 但是如果说四五十岁了 还有频繁 医经 你那个就是这个 甚至亏号的力 医经本身就 肾经亏号 再加上也提示 肾气亏虚 不足以顾经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舌头两边 那这些地方 软塌塌的 呈现一个半透明状态 这个就是典型的 气血不足 肝血亏虚 我们中医上讲 这个肝筑筋 肝血不足了 肿筋得不到儒养 我们说了 有血虚 有肝血虚 还有这个脾胃虚 肾血虚 所以说呢 你想出现这个脾软无力啊 不坚挺啊 另外呢 平时症状有这个头晕啊 眼睛干涩呀 事物模糊呀 手指麻木呀 等等 都会有这种情况 分析完舌头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朋友的这个 中筋软短的 续航不足啊 主要就是一个 肾经亏虚 皮肾阳虚 肝血亏虚 那问题还真不少 那这一副该怎么调呢 纯虚的呢 倒也容易 因为它纯虚 我们只用补救星 但是补你要有补的方法 当时我们就是一个 真五汤 配合无猪鱼 无猪鱼汤这一块 因为无猪鱼汤呢 它本身是一个暖干的 真五汤呢 就是治这个阳虚水饭的 温阳沥水 这个无猪鱼汤呢 有这个温中止痛 散寒里气造湿的功能 因为它血虚的比较厉害 当时还配的 有一些补血的药 当然它本身是一个 以调理男性功能为主的 你像这些强肾的这一些 八级天啊 肉葱龙啊 包括这个妻子 阴阳货呀 当时放的也有 就是这么一个方子 矫理了一段时间 慢慢的呢 这个症状就改善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咱们下期接着讲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观众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